好,那么下面我们进入第五个话题,外出就餐,Dining Out。 OK,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在商旅或者是我们平常的商务用餐中,我们会考虑到哪些问题。 想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聚餐的地点,有哪些要考虑的因素。 第二个,主管请你安排一个与客户会面的商务餐,那又该如何的去做。 第三个,在商务聚餐时跟朋友之间的聚餐有什么样的差别。 第四个,较为正式的餐厅跟一般的饭店有什么不同。 好了,那么我们来具体的把这个场景给大家扩展一下,看大家会不会来说里面的一些英文。 好,那么饮食呢,在商务往来中和社交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人们跟生意伙伴常常会有正式的午餐或者是晚餐的聚会,跟朋友同事也会有一起喝咖啡,吃饭小聚的时候。 那么决定在用餐前,用餐者要考虑餐厅的价格、气氛、菜肴以及地点。 许多人会根据朋友的推荐、网站的评价和餐厅的指南来决定用餐的地点。 若是一个热门的餐厅,最好做事先的预定,避免排队等候。 对餐厅的经营者而言,优质的服务、环境的整洁与食材的鲜美,则是用来吸引客户的主要关键。 高级餐厅的菜肴通常是精致而多元,而像吃到饱的这种评价自助式的这种餐厅呢,则是这种分量饱足。 而素食店的消费呢,总是在餐前付款。 相反,一般的餐厅呢,则是在这个购客用餐完毕以后结账。 好了,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可能会遇到的情况,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在用餐场景里面所听到的,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名词。 好,第一个,atmosphere,气氛。 The atmosphere at Scotty's Seafood Grill is relaxed and comfortable. 好,那么这个scotty海鲜烧烤的这样的一家餐厅的气氛呢,是非常的放松和舒适的。 好,第二个,banquet。 我们往往把午餐和晚餐较为正式的都叫做午宴或者是晚宴。 OK,Tanya has already selected a company to cater for the year-end banquet. 那么Tanya呢,已经选择了一家这个餐饮提供商呢,为我们的晚宴呢,这个提供一个服务。 好了,那么年终的宴会,年终的晚宴,叫做banquet。 好了,cashire,这里注意一下它的读音不念cashire,念cashire。 收银员,please pay your bill at the cashier's desk located near the main entrance. 那请你在大门口这个收银处呢,交费。 好了,那么在这里注意一下,located near the main entrance,这个短语的表达。 OK,caterer,那么caterer,往往是承办餐饮的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公司了。 The caterer is scheduled to arrive two hours before the reception dinner. 好了,那么在餐前呢,至少两小时之前,这个承办餐饮的这个承包商呢,他就应该到现场来。 好,这个字注意一下叫做diner,用餐的人,用餐人叫diner。 Diners were treated to a wonderful combination of French food and wine. 好了,那么来用餐的人呢,享受的非常好的法式的这个餐和这个酒。 它是餐和酒的一个套餐,所以是特别的享受,特别的好。diner在这里。 好,再看下面一个字叫dish。dish是菜肴的意思。 All our dishes are made with organic ingredients,sourced from local farms。 很重要。那我们所有的菜肴呢,都是用有机的材料来烹制的, 它都来自于当地的这个农场。organic指的是有机的食材。 好了,ingredient,食材的意思,一会我们会讲到flavor。 Two sisters' ice cream is famous for its unusual range of flavors。 两姐妹冰淇淋,它之所以注明是因为它不同寻常的口味。 OK,口味叫做flavor。 ingredient,食材。 Only the finest ingredients are selected for the use in our award-winning dishes。 那么我们得奖的这个菜里面所用的这个食材呢,是最好的食材。 注意一下,当我们用最好的食材的时候,我们用的往往不是best,而用的是finest。 所以这个表达方式大家要记住。 好了,portion,分量。 The portions served at Rory's steakhouse are far too big for me. 好了,那么在这个Royal的这个牛排馆里面所提供的这个牛肉的分量呢, 实在是对于我来说太多了。 OK,portion,分量。 OK,far too big for me,太多了。 好了,reception,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前台,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接待会。 The wedding reception banquet was prepared by the city's top catering company. 好了,那么这个婚礼的接待晚宴呢,是由城里面最有名的餐饮承包商所来承报的,承办的。 好了,再往看下面一个recommendation,推荐,餐厅是不是特别讲推荐。 当我们想要去附近吃饭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看看大众点评, 那么看看最近打分的这个最高分的是哪一家餐厅,我们可能就会去看。 所以recommendation很重要。 The menu is in Japanese, what's your recommendation for a main course? 哎呀,这个菜单是用日文写的,那我们的主菜你有没有什么推荐呢? 好了,注意一下主菜叫做main course,一会儿我们也会讲到了。 好了,cafeteria,有人把它翻译成自住的餐厅,它是那种自住餐的那种style,buffet style。 好了,那也有人把它翻译成食堂。 OK,we could either go out for lunch or eat in a staff cafeteria。 我们既可以出去吃,也可以在员工食堂里面吃。 好了,selection,选择。 The red lantern offers the best selection of Sichuan food in town。 那红灯笼酒家呢,是在城里面做最好四川菜的这样的一间餐厅。 它会有很多的好的选择。 OK,service服务。 Please note that all prices are subject to a 15% service charge. 好了,注意一下,我们在这里所有菜品的价钱都会含有15%的服务费。 都要另付15%的服务费。 OK,main course指的是主菜。 注意一下,main course,主菜,首词辟译。 OK,main course are served with a choice of seasonal vegetable or salad。 那主菜呢,旁边会放一些配菜啊,可能会是一些时令的蔬菜,或者是一些时令的沙拉。 好了,来看下面一组动词了,刚才名词我们讲完了。 看看动词。 所以,after the renovation,the banquet hall will accommodate additional 200 guests。 好了,注意一下,经过改造以后呢,宴会厅呢,还可以再加两百人,再容纳两百人。 Accomendate,容纳。 Anticipate,预料,期望。 Once the pizza oven is in store, we anticipate that lunch times will be busier. 那么一旦我们烤比萨饼的炉子装好以后,我们相信午餐时间会更加的忙碌。 OK,next word,attract。 我们来看一下attract的意思呢,是吸引的意思。 Burnished coffee and cake is attracting a growing number of loyal customers. Burning coffee和蛋糕,这是这个店的名字,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忠诚的客户,因为觉得他们家东西好吃。 好,cater,好,cater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银河的意思。 OK,我们来看一下,the mat dish caters to office workers looking for good food at adorable prices。 好,那么这样的一个餐厅啊,叫做the mat dish,这样的一个餐厅呢,正在为了迎合这个白领呢,做出一些物美价廉的这个食品。 collect,收集。 At the charity dinner,在慈善晚餐中,over $10,000 was collected for the orphanage。 大概有这个一万块左右的这个现金收入呢,会去收集起来捐给这个孤儿院。 孤儿院叫做offenage,offenage。 OK,好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下面一组动词,decrease,减少。 When the economy slows down,当经济放缓以后,the number of people dining out decreases,外出用餐的人也就减少了。 好,第二个,describe,describe描写的意思,描述的意思。 The food critic described the restaurant as a world-class Italian eatery。 好,意思是什么呢? 那么食评价来评价这家餐厅是一个世界级的意大利小餐厅。 OK,特别好的一个评价。 OK,determine,决定。 The chefs,the atmosphere and service all determine a restaurant's quality。 好了,我们知道说厨师,环境和服务呢,会决定一间餐厅的质量。 有的时候大家会到不同的国家去吃东西,或者在北京,在上海去吃东西。 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会发现世界级的最好的餐厅往往不是中国餐厅。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在西方国家,不管是在法国,意大利,还是在这个纽约去吃一些所谓的米其林几心几心的这种餐厅。 法国菜,意大利菜,很好吃。 往往高级的餐厅会是一个法国菜,很好吃。 然后环境非常好,有很多的高大的这个很帅的法国小伙子给你服务,给你倒酒。 你会觉得最好的是什么呢? 其实最好的是atmosphere。 当然可能他们的chef,他们的厨师也很好,他们烹调出来的东西也很好吃。 但是我个人一直都觉得还是中国的餐厅更好吃。 但是呢,中国餐厅由于我们用餐的方式呢,跟西方人还是不一样。 所以往往最最高级的餐厅不是中国餐厅。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最最好吃的菜,其实还是中国菜。 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当你到国外去,可能一两周还无所谓。 喝冰水啊,吃这些外国的生冷的食物,或者是大肉。 没有感觉。 但是再过几个星期,你可能闻到中国餐馆,或者是泰国餐馆,越南餐馆,门口炒菜的那个油烟味。 你都会有一种无比的激动,和莫名的感动。 你就会想去吃中国菜,吃大米饭,吃面条。 这是中国人的这种情节啊。 自己,大家以后可以去体会。 好,finalize。 好,finalize是最后定案。 The menu for the banquet was finalized by our catering manager yesterday. 那昨天呢,我们的餐饮经理呢,最后确定了一下晚宴的菜单。 好了,在这里注意一下一个字,catering manager,餐饮经理。 finalize,在这里是最后定案,跟那个final这个字是同根字。 getter,收集的意思。 the guests gathered around a newly married couple to wish them well. 意思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这个客人呢,实际上是已经收集好了这个对这种新人的这个祝福了。 OK? 好了,那么这里呢,也比较简单,我们就进入下面的这个动词环节。 主办,叫做host. The board is hosting a farewell dinner for the retiring CEO. the board 在这里是董事会的意思。 我们在讲商务语词汇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场景里面的一些其他的我们可能会碰到的商务语词汇。 the board 是董事会。 董事会正在主持一个送别晚宴是未退休的CEO,retiring CEO. CEO 的意思是chief executive officer,以后我们会说到。 好了,fairware dinner 意思是什么呀? 告别的晚餐。 mention,说到,提到。 The website mentioned the restaurant as a great place to go on weekends. 那么这个网站上提到说,这间餐厅是周末去的一个很好的推荐的去处。 recognize,指定,认定或者是肯定的,认得的。 Coco is recognized as the top maker of handmade chocolates in the country。 好了,coco 这个牌子在这个国家是最被认可的手工巧克力品牌。 好了,reserve 预定。 I have reserved a table for eight at the industry awards dinner. 那在这个颁奖晚会上,我已经预定了一个八人位的这样的一个桌子。 好了,这句话我们经常会用到。 OK,比如说我说我要订一个这样的桌子叫做,I want to book a table for eight. 我要订一个五人的这个桌子叫做,I want to book a table for five. OK,好了,ten to,倾向于,dinners tend to follow the restaurant recommendations of friends and colleagues. OK,好了,倾向于,diners tend to follow. 那么也就是用餐的人会去选择的餐厅,往往是同事或者朋友推荐过的餐厅了。 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常见的短语了。 第一个,attract one's attention,也就是引起某人的注意。 since its opening one year ago,the jade dragon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city's Chinese food lovers。 好了,引起别人的注意。 那么开业一年以后,这个玉龙餐厅就已经吸引了大多数城里喜欢吃中国菜的人的注意。 这个餐厅我真的好像在哪里看到过,我好像在悉尼的街头,在悉尼港,就是这个City Harbor附近看过。 就曾经我记得在澳大利亚看过一间叫做Jade Dragon的这个餐厅。 你会发现其实在西方的很多中国餐厅呢,它的名字呢都特别有意思,都特别带有中国的特色。 比如说这种什么玉呀,龙呀,还有什么tiger呀,老虎呀,然后还有这个长城呀,还有什么panda呀,熊猫呀。 总之就是特别具有中国特征的这种字,比较容易被用作是餐厅的名字。 好,浪费,丢弃,go to waste. 非常感激这间餐厅的绿色政策,那么所有的食物都不会浪费,不会被浪费。 好,再往下看,in addition to,in addition to company functions,the restaurant also caters for wedding banquets。 那么除了公司的日常用餐以外,这些公司还承接一些婚宴。 好了,那么这是这一组,下面一组,regardless of,business at a restaurant is so good that regardless of the day of the week,reservations absolutely essential。 好了,那么这一间餐厅的生意真的是很好,不论是一个星期中的哪一天,预定都如此的重要。 不久以后,soon after,soon after the guests were seated,这个客人落座后不久,the waiter arrived to take their food and drink orders,那么 适应生就过来点菜了,点菜叫order。 好了,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就已经看完了,不管是短语还是动词还是之前讲的名词,很有意思。 大家会发现我们到国外去就餐的时候的各种商务场景的一些字,我们都可能已经遇到了。 那么我们也在推荐那两个这个电影,一个是我们很早之前看到过的一个小孩子喜欢看的一个电影料理鼠。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的漂亮女人,有人把它翻译成风月翘家人。 这两部影片都挺老的,但是也特别有意思,会讲到很多的餐厅里面我们用到的词汇了。 好了,那么这一部分关于dining out,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大家听完了我的讲解以后呢,一定要去做线上的练习,来复习我们这部分讲的内容。 OK,尤其是要熟读我们的礼句。 That's all for now, thank you!